人跟人之間 國家裡面不需要撕裂 國際間也拜託不要撕裂 我剛剛一開始告訴你 這個新聞太有趣了 美國現在不是國際警察 不是世界警察 他現在是美國強盜 是世界的搶匪 專門搶什麼 專門搶世界各國訂來的口罩 要嘛就直接搶走 不然就是花高價把他買走 德國訂口罩 結果飛半天就回來 飛機沒口罩 因為在大陸的機場被美國 用三倍的價錢買走的 軍機去搶 民用機去搶 軍人去搶 一般民眾去搶 企業去搶 這就是現在的美國 國安哥 所以其實現在已經進到一個 口罩外交的一個階段 真的是 因為口罩已經缺到 德國去跟美國的3M 在大陸做的口罩 要送去德國的時候 被美國接走 美國的3M 這其實基本上 我們今天不管這個 各個政治的敏感度 對台灣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跟美國之好朋友 其實有點海盜行為 對不對 那人家買的 可是問題是 真的在戰亂的時候 就是搶錢搶糧 對不對 就全部都亂搶 搶錢搶糧 搶口罩 對 就是拿刀在脖子上 反正你的東西我就要了 但問題是現在變成是 各國都缺的時候 口罩會是個議題 前一段我們有在講 就是說中國大陸是不是 但是有一些口罩 好像瑕疵的比例高 但我要跟大家講 我的了解不一定對 這賴老師可能沒有更清楚 中國大陸有一些口罩 可能有瑕疵 但是他的有經過他們的標檢 那個是優良的口罩 現在全世界會搶的 你不要假如說 中國大陸口罩都很差 還是有人搶的 你看美國就直接搶了 這種時候 台灣我們現在 我們也有口罩 我們現在 我是真的覺得 我們要先自給自足 讓台灣民眾 因為你現在要求 剛剛優子還講 現在搭高鐵搭街面沒有口罩的話 是開罰的 直接開罰 抓起來的 所以你要讓大家能買到 之後再來做 比如說邦交國 或是歐洲美國 我覺得都可以 但是那個比例要好 不要說我們都還在排隊 我們都還沒有拿到 但至於那個量 對 那個量到底 這樣多少才夠 所以剛剛我們才討論 那個話題 你現在突然叫我們增口罩 而且還是兩個月前說不行 現在是不是怕說民眾會抱怨 這是我們為什麼 我覺得兩者是並行的 努力增加口罩的產量 也努力用口罩 增加台灣的曝光度 跟我們的朋友 我覺得很好 但是以這個狀況來看 其實口罩在接下來 疫苗跟解藥沒有出現之前 全世界會是一個重要的物資 這個很恐怖 誰有口罩 誰就大聲 誰能夠送口罩 誰就可以交朋友 但是誰的拳頭大 誰就把口罩搶走 所以我們要小心 還好我們現在也有自製的能力 我常常講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要不是因為我們一開始 封得那麼嚴 說實在的 我們其實我真的這個事後在講 大家也不要罵 我覺得一開始是有點太嚴 嚴到連我們自己的同胞 都不能回來 但也因為可能是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們第一波 真的疫情都還控制得不錯 所以有時候好壞是難講 大家想 或福相宜 但是第二波剛剛 剛剛書長講了 3月15號以後 全部都在3月15號以後 歐美都一直回來了 這個我們也要 這沒有政治問題 都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都是台灣人 都是同胞 我們現在面對的不是 你從哪裡回來 而是你身上有沒有病毒 所以我們應該要去對抗病毒 然後口罩現在這東西 很值錢 Masku 所以看看別人 想想自己 美國現在是用拳頭在搶口罩 來 幾個新聞 這為什麼亂講的 這都有 這個網路上都有 德國政府 他本來向美國的3M 在大陸工廠訂購了20萬個口罩 結果在曼谷轉機 這口罩從中華大陸飛 飛到曼谷轉機的時候 從曼谷轉機要回到德國 然後被美國攔截 就是美國說 這口罩德國要拿走是不是 快 去曼谷攔截它 然後攔截 把口罩收走 把口罩收回 就是說不給德國了 我拿走 這不是強盜 不知道是什麼 所以來 這個德國內政部長就罵說 美國根本就是現代的海盜 就是現代的海盜 然後另外法國有一個地方官員也說 在這個中國大陸的機場 有一個美國人用大量的現金 買走原本是中國大陸 要運往這個法國地方的口罩 還說在有口罩的飛機 在中國大陸的經常停機坪上面 準備起飛的時候 就有美國人跑出來說 我用三到四倍的高價 我直接 你不要賣給法國 賣給我美國 三到四倍錢丟了就把口罩拿走 然後他們就空機飛回去 說口罩在中國大陸被美國搶走了 因為美國砸錢把口罩給拿走了 還有巴西 說都訂不到口罩 因為美國派23架軍機 到中國大陸把口罩搬光光 然後讓世界各國本來就講好說 這口罩巴西可以買多少 結果要買的時候沒有 為什麼 因為美國通通想走了 這流氓 不好意思 因為美國的口罩缺口實在是太大了 你也不能讓別人去死 人家訂好的你去跟人家搶 這不太對吧 因為美國有相當一段時間 尤其是川普的政府 相當一段時間跟中國大陸搞得非常的緊張 不管是貿易戰 那麼各種各樣的 所以大陸不賣他 他就去搶 大陸賣給別的國家的口罩 不是這樣子 是因為美國對大陸限制這個 限制那個 然後華為不能弄 然後三西產品不能賣 然後芯片不能賣 他一直全力的 在對抗大陸的時候 可是現在的情況是 整個疫情這麼的嚴重 美國到目前為止 因為他不肯低頭 因為他當時講了一些大話 說我們的醫療最好 我們自己有 我們根本不怕 中國大陸這個東西不好 那個東西不好 閒東閒西的時候 而且還不准大陸的 像KN95進口 都不准 不准了以後 現在他自己本身的情況很嚴重了 很嚴重了以後 現在的 當時講的大話都破功了 因為人家就問說 他現在要求他的企業率說 他要求他的一些通用汽車 或是很多的科技的產業說 要去生產 例如說他們缺少這個呼吸機 可是他們企業跟他們說 我們又沒有辦法 像大陸一樣 因為大陸的轉產速度 是非常的快的 他們可以在幾天內 就完成了轉產 可是他們說 我們做不到這一點 因為我們的工人 技術人員 我們不如大陸的這些 工人 技術人員 所以當我們要轉產的時候 我們估計要三個月 三個月這個疫情 目前燒得每一天都是幾萬個增加 然後死亡人數已經快到1萬以上了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的話 呼吸機也不夠 呼吸機以現在的 呼吸道的感染源來說 是最重要的東西之一 呼吸機也不夠 口罩也不夠 N95也不夠 KN95也不讓人家進來 然後黃富裔也不夠 什麼都不夠的情形下 缺口三十幾億個東西 可是又不肯跟大陸低頭一下 說我們應該要進行防疫合作 經濟合作 原油合作 因為現在原油價也跌了一塌糊塗 美國現在也急了 也慌了 慌了 急了怎麼辦 他都採用那個棍子的方法 例如說他跟沙烏地阿拉伯警告說 你如果不減產石油的話 我就要給你增加 非常非常高的關稅 所以他都用這種棒子的方法 而不是用國際合作說 我們捐氣賢險 我現在開始 我不再用以前的那種方法了 我們大家要做朋友 一起來解決經濟的問題 能源的問題跟防疫的問題 美國人不肯做這三點 不肯做這三點的情形下的話 又就是不肯說 那你我開口給你大陸買口罩 到目前為止不肯 那不肯的情況怎麼辦 就只好去搶人家的口罩 因為他不肯 他不肯以後 軍機去搶口罩這樣太行 不是 因為他現在的情形是 法國人跟大陸人訂了11個口罩 因為剛剛韋翰講的一點是這樣子 大陸的大使館有通知 他們相關的全世界的國家說 我們這些口罩的廠商 需要的話可以 對 這些廠商是合格的 他的產品沒有問題 你不能去買不合格的口罩商 就好像台灣前一段時間 有在網路上偷偷賣的那種 不合格的口罩 因為那是不對的 大陸有給他們 可是問題就有一些國家的醫院 或者是企業想貪便宜 所以從網路上去下訂 那個不合格的產品 然後等到收到不合格的產品以後 就說大陸賣給我們的口罩 是不合格的 大陸大使館說 我給你的名單是在這裡 你為什麼去跟那個公司買 然後又把髒水抹到我身上來 這樣的情形下 很有可能 你就這個國家的口罩 我們就要重演來審查了 這個時候這些國家就發現 像荷蘭就最顯眼前的例子 他又發現他自己操作 搞得人家弄得更生氣 就是說我給你名單 你不買 你一定要去找那便宜的買 然後那個廠商是沒有經過 合格的出口廠商 你又不知道用什麼方法買 買完了以後又抹黑我 就是說你看他們賣來 都是爛口罩 對 就是這樣子 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他們就重演審查 重演審查當然就慢了 就是說你一定要按照這個廠商 好 現在的情形是 法國就跟大陸訂了十億個口罩 西班牙訂了三十億個口罩 人就一直賣 可是你美國就是不肯低頭的 情形怎麼辦 就時候去搶 他用什麼 因為他們都是商人行為 所以你只要違約 看他們的違約的條款怎麼樣 我幫你賠錢 對 所以他就變成用四五倍 三四倍 又重視 重點是3M 對 3M 你記得兩個月前 川普不是說 我要讓3M的產線全部拉回美國 對 十億個說我回不去 因為原料都在大陸 所以你主管回去了 你工廠回去了 原料沒回來 人工沒回來 請問你要 把工廠乾在美國 你要幹嘛 養蚊子嗎 所以現在逼著法國人 只能派自己的軍機 去大陸把他們買的口罩 自己運走 現在俄羅斯也派軍機護送 是 就是只有用專機 護送 就是我這個飛機要在口罩是不是 來 護送 換相對S-16 轉機的時候就被攔截 這之前在歐洲就發生了 對 在轉機的時候被攔截 之前在歐洲又發生了 對 我看到那個報導 是在3月底就說 對 其實就有 如果那個報導是真的 說德國攔截了瑞士的口罩 所以瑞士只好派專機 對 去上海職業運 我覺得這整件事真的是太 這就是瘟疫無情 瘟疫是國界 我覺得這件事太文化了 然後他本身不搶口罩 如果今天是北韓 去搶人家口罩我就OK 問題是台灣你要想 我們有哪一些是對抗 這次瘟疫所需要的物資 我們可能會短缺的 所以之前剛剛講到說 口罩跟人家換防護衣以外 那麼呼吸器我們的量 算是滿高 但是像檢驗試劑 像這一次在春假之後 這麼多的人 包括其實先前從國外回來 地方政府也很希望 每一個入境都要檢測 對不對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在檢驗試劑上面 這是一個我們的 比較弱的地方 對 應該要多做檢驗 這個包括我們國內所發明的 趕快給他做一個 這個確認 讓他上市以外 你有沒有跟國外 假如我們的口罩的 這個國家生產隊 還有沒有擴充的容量的時候 來做一些 這我們也要早一點來想 對 其實這整件事情裡面 當然就是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 就是 我剛剛講了 就是北韓去搶的口罩 我也覺得剛好而已怎麼樣 北韓不能搶在 即使是俄羅斯去搶 我都覺得人家就是搶國 人家手段就是這樣 你買了到我買不到 我就搶你的 我都還能夠理解 美國 美國隊長 最近這個中橘之戰電視一直播 每播一次我就看一次 美國好厲害 好正義 結果你去搶人家口罩 也不僅是搶 就是反正人家買了 你就說你不要賣他 我給你三倍四倍 你一個 你十億個 一千萬個 你賣他五千萬 我一億五千萬給你買 那人家當然就賣你 可是你有想過你把他搶走了 別人怎麼辦 賴老師也告訴你 因為他不想跟大陸買 大陸也不見得要賣他 怎麼辦 那我就搶你們 他賣你是不是 那我就搶你的 這個有點不厚道 然後這整件事情裡面 我才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對 雖然說美國是去搶 比如說法國 要跟大陸大陸買的口罩 但是美國是有付錢的 那付錢付給我們 當然不是付給法國 但是付給大陸 就是美國跟大陸買口罩 就要私下這種搶過來 還是得付錢 我們沒有跟美國收錢 他跟大陸買口罩說要受錢 但台灣是有送的 不怪美國天后都說台灣好棒 這個在病毒面前 人人平等 在病毒面前 這個各個國家都現出原型 不過 不過我就是人性的自私面 都被這一次的病毒檢驗出來 對 真的 不過我相信 以美國之大之富強 美國標榜自由民主正義 標榜正義 我相信這樣子的海盜行為 只是零星的 再來應該不至於了 至於說跟美國 我們台灣跟他們交換 口罩防護衣這個是 在我看我們談的這個條件 叫做三件內褲去換一套西裝 為什麼 因為我們談的條件是說 我們每個禮拜提供10萬個口罩 跟他們交換 他們要30萬件隔離衣給我們 我再加了200萬 沒有 那個送的歸送的 沒有 沒有 它呢 對嗎 這是不一樣 買賣的順分 燒賤沒有輪 那200萬個是送的燒賤 我就是說買賣的順分 金費 我們現在一個月 一天生產1300萬到1500萬個 如果照這樣一個禮拜 提供10萬個 我們一天的生產 就夠提供美國兩年半 所謂的一個禮拜10萬個 然後我們就交換 這30萬件防護衣 防護衣是口罩5塊錢的 38倍的價格 所以你怎麼算 那30萬件足以我們 提供他們每個禮拜 提供兩年 所以怎麼 更何況我們換到的條件 不只是這樣 我們換到還有在疫苗 跟解藥的開發方面 我們跟他們合作 那這個才是最重要 這個才是關鍵的 所以我說這是 三顆來看去換一套西裝 那我覺得經濟 這個是一個細水長流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口罩給國際社會 他們最重要的時候 我們不是提供給他們 各國家人民 所以我說這是三顆來看去 換一套西裝 那我覺得經濟 這個是一個細水長流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對不對 我們口罩給國際社會 他們最需要的時候 我們不是提供給他們 各國家人民 其實這1000萬個分成歐洲那麼多國 還有美國200萬個等等 分下來其實不多 我們是提供給他們第一線的醫護 醫療護理人員 讓他們可以去救治更多的人 那幫助別人就是幫助自己 我們現在已經是地球村 世界一體了 你像說美國 他過去一方面 他們國土大 民族性也比較開放 過去沒有傳染病的時候 他們一向 他們也沒再戴口罩 而且說實在話不只他 世界各國你看歐洲 還有包括我們自己台灣 沒有傳染病之前 我們台灣一天的口罩 只需要130萬個 就突然之間誰曉得會這樣 所以口罩的生產國 大部分就在中國 連我們台灣 有那麼高的生產力 可是因為我們台灣生產一個 現在我們戴的外科手術口罩 要兩塊錢 中國只要一塊錢 所以很多進口商 從中國進口 他賣一個賺一個 所以那樣的情況下 變成我們台灣的口罩廠商 其實先前吃虧很多年 所以他們就upgrade 他們提升自己 他們就去製造N95去外銷 現在當然遇到情況 我們趕快重建我們國家隊 趕快我們關鍵時刻 一個正確決策 就是我們把口罩生產線 趕快建立起來 所以幫助別人 就是幫助自己 我們既然是地球村 世界社會 我們每一下物資都融通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世界各國認清這一點 現在中國 因為過去幾十年 你的生產成本低 所以這些東西是由你在生產 你供應的 你就不要說以這個做藉口 把這個講成說多大的恩情 美國固然他有他的海盜行為 我相信是零星的 要給他證責 中國在此之前 中國疫情正盛的時候 其實中國只是用比較柔性的辦法 他們在世界各地的中國的民眾 他們就花錢 比方說在日本 在韓國 他們收購 再把口罩寄回去 我們現在在說話的東西 以前中國大陸已經是 從外國出現千萬的 出現出來了 他不是總統用在賣錢而已 不是你說這樣 要跟美國做朋友不是不行 可以 他還是顧他們家的 沒在顧我們的 說得好 來 待會兒就請龍建議員來講 來 真的是顧自己 我先搶你的口罩 搶到了以後 我的口罩不給你 這就是美國 當然能跟美國當朋友 但是好事 不過龍建議員講得對 疫情當頭 我還跟你交朋友 我先把你的口罩唱過來 我自己做的 你不用想要 來 就講到3M這個 這個川普4月3號 禁止出口N95的口罩 還有其他個人的防護裝備 到其他國家 好像也是那什麼 國防生產法還什麼東西 就是說我們自己做自己用 不准賣出去 我們自己不夠了 這當然是可以理解 但是負責製造的3M公司 就說這樣的舉動非常荒謬 因為以美國的 在世界上的地位 不應該是至少門前雪 說此舉會導致非常嚴重的 貿易跟人道的後果 但川普不管 還威脅3M說 你不聽話的話 就付出龐大代價 所以N95外科口罩 外科手套 全部不准出口 全部要留在美國 就算是談好的訂單 比如說跟美國 黏在一起的加拿大 他們有很多醫護人員 是到美國上班的 美國也有人在邊界 也去加拿大上班 結果你現在分得那麼清楚 加拿大就有跟3M訂口罩 現在3M說對不起 川普不讓我給你了 當然杜魯道 老婆就這樣 你又不給我口罩 你把他氣死 所以他就直接跟川普 就等於是有一點火花了 他說這是錯誤的舉動 加拿大就有跟自願訂口罩 現在自願說對不起川普 這個不讓我給你了 當然杜魯道 老婆就這樣 你又不給我口罩 你把他氣死 所以他就直接跟川普 就等於是有一點火花了 他說這是錯誤的舉動 這個舉動會對美國帶來 非常重大的傷害 什麼重大傷害 杜魯道講說 你現在這樣對世界各國 以後你缺東西 不會有人要幫你 所以你的醫療物資 口罩防護衣等等呼吸器 只會越來越少 等到大家團結起來 互相互通有無的時候 沒有人會幫你美國 因為你有你不給 我需要幫助你不給我 我買到東西你搶走 以後我有了 我為什麼要幫你 所以加拿大現在對美國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 不會鬆 加拿大買不到的東西 最好加拿大的那個什麼買 中國 什麼的買 中國 說完了 加拿大跟美國有好嗎 世界 那是連體英 他就是自由無約的當體英 他們無約可以說是一體 結果川普這樣看 好 這個時候很有妖怪 國民主宗文全選 無關他人 如果川普不對 好像也沒錯 我顧美顧人 對啦 所以台灣人 你買高倍不是不行 不可以賣肥雞串 賣錢 賣錢 就結合人 兩百萬拿去 好 我們還在排隊買有買沒有 不知道 兩百萬一千萬先拿去 收賞 真正夠輸贏就對了 小名高官的時候 我告訴你 他或是顧他們 他不能顧我們 所以你說跟大陸這裡有什麼不一樣 國外美顧你看會天上 對這裡看我們是看得會怕 腳尾會冷 所以世間我告訴你 現在在那裡 他就叫那些人已經辛苦很久了 超級市場也辛苦很久了 你說我們現在中進國家堆 很好 以前生產N9月 現在還回來生產醫療養 也很好 所以你應該建議 因為我告訴你 他沒有要聽你 索真像我聽到說 財政說的他又不想做 你現在換你回去說 我們台灣的倫理系統是 建立了最好的民政系統 台灣總共有七七百九十五個傳理長 倫理長差不多十萬多個 所以透過我們的國家堆 你在生產的時候 五個一家五個一家包作一包 因為我們現在要生產 要發了一次一個人要領五個 透過倫理長去發送 我告訴你 老公中不會挑戰 也不用說在那裡 你送老婆送也要上網 不要上網都不用了 我們幾個有輸得幾個而已 當這樣沒用 當成小手撈到 這十幾萬個 民政跟理政 透過倫理系統發 老公中不會挑戰 該有的有 該沒有的沒有 一例就不會挑戰 在生產山頂後 五個包裝一個 從你剛才拿那一家包裝的 有哪有三個包裝的 有五個包裝的 這樣下去搞定 死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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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